欢迎收看9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侯友宜排定花莲行 7号一早见到立委傅昆奇 两人见面握手不到一秒钟 但最后牵起双手 大喊侯友宜当选 而两人同框画面相当难得 不过先前郭台铭到花莲拜访 抢先一步与傅昆奇同框 而这次侯友宜到花莲 想要整合蓝银铁票仓势力 功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侯友宜到花莲拜访县府 让人关注与立委傅昆奇的见面 不过两人见面当下握手不到一秒 傅昆奇就转身热度看起来并不高 对于记者提问逼而不答 让人不禁怀疑两人之间的嫌隙 是不是还没有解开 三月国民党公布选策会人选 侯友宜在脸书高调发文拒绝黑金出现 隔天傅昆奇直球对决 呼吁侯友宜公开参选 带领国民党话语带酸 两人逐起冰墙不合传言不断传出 侯友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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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先前郭台铭到花莲拜访 抢先一步与傅昆奇同框 这次侯友宜到花莲想要整合蓝宁铁票仓事例 功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